老子不干了,我都来半年了 哪天不是颠沙子就是抓盘子 要不然就切菜 我是来学粗的 我也不在打砸的 嘿哟,本师小脾气还挺大的呢 想学是不是 炒个酸热土豆丝总会吧 我每天在抽,我看一看会有 去 还可以啊 好了 不错嘛 你不是说看了看会了吗 我再做一遍,你看好了 鞋子店 每个食材它的特性都不一样 你看这个土豆,它有纤维的 你这样切跟这样切 它吃起来脆感就不一样 这样便于切嘛 不是这样剁着切 要突一切,这样切成土豆丝 吃起来更脆 把一盘水给它放进去 第一呢,抗氧饭 第二,切出多余的淀粉 这也是爽吃的关键啊 再加几滴醋,OK 调好这些料来,炒个上去块 多一点,OK 麻油,加点水淀粉 OK 好了,一点点盐,水烧开 差不多30秒 好 再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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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点油 嗯 顺时播一下 你都来了半年哦 不是我不肯骄 是你太浮躁了 基本功啊,不扎实,怎么做事 做厨师要眼光溜露,耳听八方 厨房这个每个细节都得留意 菜是做给人吃的 用心才能做好菜 一定要多念 多看 多想 多学 才能挤一半三 去,把那150下给我颠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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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